微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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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iki 最後上次跟大家分享完近期韓劇片單評價之後 Disney Plus 有接黨上架了一部 曾經在韓國遞造兩億觀看量的慢感劇 MOVING藝能 這部的製作費居然還高達12億 相當於有遊戲的兩倍投資量 讓我實在太好奇它到底好不好看 那這次Disney Plus 也算蠻有誠意的 MOVING藝能一共20集 但8月9號剛開播他們就一次上了7集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 MOVING藝能前幾集的劇情懶人寶 這部到底值不值得入坑有哪些看點等等 好 照我開始分享這些 還是要麻煩大家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誤精彩影片囉 改編自韓國傳奇元氣漫畫家 江朝同名作品 MOVING藝能以1990年代 南韓政府秘密建立的超能力組織為背景 成員利用他們的超能力默默的保家衛國 只要某天他們被迫解散 大家各自銷聲匿跡也重新開捨新的生活 多年後 一名男孩在搭公車時 提前方便代購錢的女同學結尾 男孩名叫鳳希 是一名高三神 媽媽靠著炸豬排生意將他一手帶大 不過與其他人不同 鳳希在學會走路之前 就會隨著情緒起伏漂浮在空中 媽媽擔心鳳希的秘密被發現 所以從小就要求兒子體重不能過勤 上學前要帶著沉重的狐鈴 腳踝負重袋和便當出門 他到學校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先喝完一大罐的水 而女孩名叫喜秀 鳳希替他結尾的那天 剛好是喜秀轉到他們學校的第一天 不過喜秀家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爸爸雖然經營著炸雞店 但都沒什麼客人 他為了幫家裡省錢 可以不買制服、手機 並在老師的建議下打算考取體育大學 這樣他就能免學費進入首偶的四年制大學 一個是轉校生、一個是班級邊緣人 鳳希和喜秀在學校都沒有朋友便默默走到一起 兩人經常在放學後一起吃東西 鳳希也會主動留下來陪喜秀練體能 某天喜秀幫鳳希處理手上的傷口時 又再次對女方的行為感到心動 無法控制地飄到天花板上 喜秀雖然震驚鳳希的特異功能 但他決定跟好友交換秘密 原來喜秀也有超能力 那就是他不管怎樣都不會受傷 喜秀之所以在高山下轉學是因為 他之前在原學校幫助被霸凌的同學免於欺負時 對方發現喜秀的傷口會自動癒合 同學們都叫他怪物 喜秀雖然把對方都打倒了 但也害了他爸花光積蓄幫女兒賠償醫藥費 最後則現在高中願意接受他這個轉校生 另一邊有一個名為Frank的男人 剛抵達韓國就接到任務 開著一台快遞車到處獵殺引退的異能者們 包括擁有超級怪力的正船 自帶發電能力的蓬瓶 還有能夠隔牆透視建築物的羅洲等等 Frank一邊執行任務的同時 總是會問異能者們他們有沒有子女 而鳳希的媽媽李美賢也注意到 近期這幾起離奇死亡案件不太對勁 因為新聞播報後 過沒多久就會被壓下來 他懷疑是有人在進行肅清 每一想Frank的下個任務 就是解決有有超越常人無感的李美賢 更糟的是 當Frank準備獵殺時 還被他發現兒子金鳳希的存在 好在安器部即時施壓Frank的主管美國中情局 讓李美賢得以逃過一劫 但Frank的下個任務卻是殺死九龍浦 也就是擁有再生能力的喜秀爸爸張朱元 好啦 以上就是前七集的超濃縮懶人寶 其實還有很多細節沒講到啦 包括和喜秀 鳳希一樣有超能力的同學強勳 還有異能者們在被殺害之前 其實都很保護他們有小孩的事實 以及獵殺者Frank的故事 為什麼他會成為獵殺者 又為何執著於子女這件事 影集裡其實都有交代到 大家的新舊話 我們推薦可以去補一下前七集的內容 然後不瞞各位 其實Disney Plus 已經讓我看完前十集了 你們期待的韓孝舟趙英辰的愛情故事 還有大人超能力者們的經歷和背景 都會在第八集後才開始描述 所以大人氣的部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週開始的更新 我自己是覺得蠻精彩的 節奏比前七集要更緊湊 那接下來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MOVING藝能的看點和幕後的製作故事 其實前七集的登場人物 還不是劇中的索友卡斯 像是海報上的主演群趙英辰 這部是他時隔九年才回歸小螢幕作品 不過如同漫畫設定 前半段主要會以孩子們的故事為主 第八集後才會進入趙英辰和韓孝舟的浪漫愛情故事 但光是前七集 大家應該就有發現很多熟面孔吧 男主角柳成龍 雖然前期的戲份不算多 但不曉得是不是導演故意讓他延續 極不可思的角色 又再次讓他扮演炸雞店老闆 然後女主角韓孝舟的部分 我這次其實蠻震驚他飾演一名單親媽媽 雖然他的美貌有點讓人難以相信他有個高三兒子 但我覺得這次韓孝舟的表現 已經有打破觀眾對他的仙女形象 他和兒子的對手戲也讓人蠻有感觸的 最後面也會提到 然後三位主配角的部分 大家最熟悉的應該是高雲真吧 他也是近期的超級大師演員 不但參與了Sweet Home Law School 也在去年主演了韓劇《還魂2》 並翻轉了大眾對第二季不看好的想法 他飾演韓孝舟兒子的李正和 雖然他過往出演的作品一小配角居多 包括無法抗拒的湯、Rong On等等 但他本來就是因為開朗大男孩的形象 從學校節目走紅 所以我覺得李正和非常適合縫隙這個角色 他也為了還原漫畫的角色形象 特意增重30公斤 另外配角的部分也非常華麗 像是車代炫飾演的公車司機 還有曾與口校正交往過 並時隔18年才回歸電視劇的流程反 他們在劇中飾演的角色 都是江草為了影集版 梁山打造新政家的人物 最後是剛演完第一批 逃兵追棄力人金成君 博士要演過幾百部作品的實力派演員金希元 還有因為機子一聲爆紅 飾演男主要老婆的郭善穎 出演過《地獄公史》 才罰家的小兒子的《影后金信錄》 以及最近剛解決的《惡鬼聲大器》等等 MOVING藝能居然能夠請到這麼多重量級卡司 我自己也是覺得蠻不可思議的啦 那等等你們聽完這部片的製作費和來歷 應該就能理解 為什麼會這麼期待MOVING藝能了 MOVING藝能除了卡聖很堅強之外 剛剛片頭有提到 這部的製作費高達台幣12億嘛 那這部劇之所以會花這麼多錢是因為 MOVING藝能的故事主要是以超能力則為主 所以劇組光是特效後製的部分 就花了一年的製作時間 竟然趙迎城都說 他有好幾天都要吊鋼絲在空中演戲非常累 這部的視覺總監也有跳出來說明 一般電影大概只會有2000個特效鏡頭 但光MOVING藝能就足足拍了7000多個 所以大家就知道為什麼這部劇會這麼燒錢了 那我看到目前為止 必須說MOVING藝能的特效真的做的蠻自然的 可以感受到劇組在後製下了很大的功夫 另外剛才有提到這部劇的編劇也就是原作者江草 在韓國是非常高人氣的第一代網路漫畫家嘛 當年MOVING在Cacao Webtoon連載的時候 因為劇情兼具感動、精手、人物成長等等元素 所以漫畫的點閱次數居然快逼近2億 不過我也要幫大家打個預防針 影機版MOVING藝能有些畫面其實蠻漫畫式寫心的 可能會有一些爆場斷頭劇情 但如果是喜歡動作片的朋友應該會蠻愛的 這點是我最意外的 因為我沒有看過漫畫 所以我一開始還以為MOVING藝能是那種動作爽片風格 確實劇中了很多精彩的動作戲 不過我覺得家庭和自我認同 才是這個故事想要傳遞給觀眾的核心價值 像是美嫌保護兒子的方式 雖然透過劇情我們可以得知 美嫌是為了保護縫隙 才會叫她隱藏自己 試著當一個平凡人 但撇除超能力的設定 美嫌的教育觀總是單方面將自己認為的好 逼著縫隙理解接受 但縫隙的感受呢? 從小就要聽媽媽對她兒庭面命 不要這樣 下課後要直接回家 導致縫隙在學校沒朋友 之後她也變得沒自信 老是看別人的顏色 所以第七集 當我看到縫隙對媽媽說 我討厭我自己 我討厭我的個性的時候 真的是既心疼又突然覺得 過度保護了教育觀 其實也經常發生在亞洲家庭裡 可是孩子們終究要學會跌倒 家長也要學會放手 美嫌已經用她的方式保護兒子太久了 是時候讓縫隙擁有自己的想法和人生 另外第四集當縫隙得知縫隙的秘密後 縫隙說 你看見奇怪的我也沒有特別驚訝 縫隙回到 你不奇怪 你只是和別人不太一樣 有點獨特罷了 我覺得這段也是在呼應縫隙的心情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 沒有必要因為不一樣感到自卑 因為這就是你獨特的地方 當然不只有縫隙 縫隙和爸爸的關係 也凸顯了家人直接溝通的重要性 第三集 縫隙不敢跟爸爸說她要報考提大聲 怕爸爸擔心 於是縫隙跟她說 她媽媽總是說 擔心只是暫時的 家長到最後還是會支持孩子 雖然有時候我們做決定時 父母的第一反應不一定會欣然接受 可是如果不溝通 爸媽就不會知道小孩心裡在想什麼 或許有時候他們想要支持你 卻不曉得方法 才會需要透過溝通的方式 告訴他們 你想要被支持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MOVING異能 親情系 雖然寫得很簡單 但卻非常真實 讓人很有共鳴 那目前看起來 安基部和CIA的對峙 他們幕後隱藏的計劃 以及學校裡的奇怪應聘老師和管理員 他們的真實身份到底是誰 還有異能者們之前的糾葛 孩子們的自我探索等等 沒意外應該是接下來的重點劇情發展 不曉得你們覺得當初異能者小組 被解散的原因是什麼呢? 好啦 以上是MOVING異能的前期一集 劇情藍人包和看點討論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劇情都還蠻吸引我的 而且我覺得也有別於以往的韓劇 MOVING異能其實把每個角色的人設 和故事寫得很完整 它有點類似類單元劇的感覺 讓各個角色都有充分的戲份 可以展現自身魅力 是我還蠻推薦Disney Plus這一部的 然後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在這裡MOVING異能呢? 你最喜歡哪個角色 或最想要擁有劇中的哪項能力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討論喔 那這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沒有的話別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ANSIER Facebook喔 我們下集見啦 掰掰 說實話其實我覺得喜秀跟他爸的能力最厲害 再生能力耶 怎麼樣都不會受傷 那就等於他們這輩子只要等老死就好了 刀槍不入的身體 應該是最難攻破的能力吧 那換人要怎麼攻破刀槍不入的身體 這點我還沒想出來 不曉得你們覺得劇中的哪項能力最厲害咧? 對 對